大家都很想知道就是 有沒有 這個富邦的尊育世界卡 這個真的非常的不錯 怎麼講 他辦卡的條件就是你必須要放300萬 到台北富邦一行 然後有他們的禮專來邀請才可以辦 所以他這個門檻非常的高 連我沒有放300萬他們也不發給我 所以這個非常的困難 但是呢 如果你有放300萬在那邊的話 非常簡單 機場接送一年 一卡六次 正卡付卡 對 就是非常的不錯 你看 使用日期前90天內支付機票 或全額機票或是團費8成 單比金額達6000 他的門檻都很低啊 再來就是 可以用兩次的機場市區接送服務 你看 多麼的親民 對不對 你們應該要改這張卡片 然後機場貴賓是 對不對 每一卡一年12次 12次 12次真的非常的佛心耶 對不對 好 一樣的這個條件 那再來就是市區停車 一天可以停3個小時 然後 不限次數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就是 明年大家的錢 通通都往這個富邦這邊過去 去辦這張卡就好啦 對不對 大家要的對不對 就這個 就這麼簡單嘛 對不對 不限次數 每次30天機場停車 那高鐵88則 每一張卡 每個月都送你兩張 多好 那其實大家 跟大家講一個小逆心 就是 富邦追訓卡 它其實今年本來是要採 就是跟 那個 中性頂級卡一樣 就是 要看你去年度的刷卡額 本來是說刷88萬 然後才下有這麼好康的服務 但是呢 因為有太多人打電話 繼續靠北了 好 所以說他們後來就把它 再改成這個版本 好 所以說 去反應是有用的 好 你們真的要努力的去發聲 就是 我在 我在網絡上面講的就是 說跟 水都沒用啊 沒有用啊 銀行它不會咻小我 但是 如果你們每一個人 你們 都是他的客戶 都打電話進去問 或者是去要求檢卡 其實對他們是會產生壓力的 這個真的是有差的 對 這是台北富邦銀行的這個 準益世界卡 好 所以 如果 有需要的話呢 你們真的可以往 這個方向去走 這個就是我們 明年度的那個救星人 連我都很想要 趕快 拿個300萬去那邊 我想要辦這張卡片 這個